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收集整理了两个免费域名的申请方式 仅需要邮箱验证,无需手机号和信用卡 两种方式分别为EU.org以及FreeDNS.free.org 都是子域名 第一种EU.org 申请后缀为EU.org的域名 缺点是需要等待人工审核 如果急用不推荐 第二种FreeDNS.free.org 可以免费申请五个子域名,立即生效 而且很多个后缀可选 非常适合平时各种临时需求 我们先说EU.org 官网页面就是这么实在 自1996年服务至今大大的赞一下 我们点击Sign or Sign up here进行注册 点击Register开始注册 这里的注册信息可以使用美国地址生成器生成一个 推荐使用美国欧洲的地址 复制粘贴姓名 Email地址要填真实的 用于接收验证及账号信息 继续复制粘贴地址信息 广告关掉 地址信息按顺序填写 有几行就复制粘贴过去几行 国家选择美国United States 电话也从地址生成器里复制粘贴 勾选网站域名服务政策 设置网站登录密码 输入两次 点击Create创建也就是注册 提示联系方式创建成功 请查询邮箱进行验证 打开邮箱找到邮件 如果你找不到 请到垃圾箱去找 先复制下用户名 TD552-free就是用户名 然后点击验证链接 点击Login登录 粘贴邮箱里复制的用户名 输入密码 点击Login登录 点击New Domain申请域名 输入完整的域名 后缀只能是EU.org 我这里申请Augustoid.EU.org 页面中间的组织个人信息 系统已经填好我们不用管 我们拉到页面下方NameServer 域名服务器区域 称之为DNS服务器也可以 我们勾选第一个ServerName 并在下方Name1Name2的位置 填写域名服务器地址 这里我们使用CodeFear免费的即可 这两个值我会提供在视频下方 将其粘贴至Name1Name2位置 粘贴完成后点击Submit提交 提示No Error 说明申请成功 等待人工审核即可 审核通过后会收到邮件 时间不确定 第二种FreeDNS Defree Defree 打开官网后 我们点击主页下方的Sign Up Free 填写注册信息 同样我们从美国地址生成器 获取一份身份信息 区分姓和名 复制粘贴过去 这里姓名填什么都行 无所谓 User ID随意 设置密码 输入两次 输入邮箱及验证码 勾选我同意后 点击Send Activation 你没有发送验证邮件 查找邮箱 点击激活链接 点击页面中间的Add SubdMain 添加一个子域名 Type指的是添加解析记录的类型 默认A记录即可 SubdMain是子域名 我这里使用August Doig Domain就是域名了 下拉菜单提供了几个域名 选哪个都可以 不喜欢的话 点击下方的Many Many More Available 还有 跳转到这个页面后 点击页面中间的Share Domain Registry 列表中的域名均可选 比较好看的例如 MO.com US.2 UK.2 My.2 等等 我这里选择US.2 选完主域名后 子域名要重新填写August Doig Destination是指域名要解析的IP地址 默认显示的IP为登陆网站的IP 我这里更改下 改为34.92.218.72 大家注意替换 接下来输入验证码 点击Save保存即可 页面跳转到子域名页面 列表显示我们刚添加的子域名 这个网站允许我们添加五个免费的子域名 点击下方的R可以继续添加 以后在添加域名的时候 使用邮箱密码登录 登录后点击左侧菜单栏的Subdomain即可来到本页面 我这里也是在添加一个 点击ID 先选主域名 下拉菜单点击ManyManyMore 跳转页面后 点击中间的Share Domain Registry 挑选一个域名 这次我使用买点兔 填写子域名 随意 我使用August Destination目标 IP 填写要解析到的IP 注意替换成自己的 填写验证码后点击保存 页面有个警告 意思是子域名会立刻生效 但是因为主域名是别人的 别人有权收回使用权 点击Return to Subdomains Page 返回子域名页面 列表已经显示刚添加的子域名了 状态是Pending意思式解析中 不用管它 几分钟过后 我们检查下解析是否成功 找个在线Ping工具验证下 Ping我们刚添加的域名 可以看到 IP已经解析成功 在测试下第二个域名 可以看到也成功了 两种免费域名的申请方式 就为大家介绍完了 免费域名很有用 而且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这期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